大家好,我是特派员胡慧席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点呢 就是在MRT古籍都港站 那么大家期待了七年的双溪茅诺 至嘉颖站呢 终于在明天 终于明天正式开通了 那么待会下午四点呢 从国家博物馆站至这个嘉颖站呢 会在可以正式开通 而在明天早上六点开始呢 全线三十一站就会正式通车 那么这条捷运站呢 耗资了将近两百亿令吉 那么也相等于五个KLIA2 全长呢总共有五十一公里 有三十一个站点 其中包括七个地下站 大家好,我是特派员梁绿文 现在在我身后呢 就能看到整个车厢呢 都是被安全门给独揽的 所以民众可以非常安全地承搭MRT 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进入MRT 让大家去看看MRT的内部的啊 好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就进入了MRT的内部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平常的铁路 这样可以看到 好的,稍等一会儿 好的,介绍完毕了 我们先来看看MRT的内部设计 首先可以看到MRT呢 就如平常的铁路服务 一样有电子板显示 现在所经过的路线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座位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是由两人坐的座位 都是蓝色的设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许多民众纷纷在拍照流念 体验他们 记录他们第一次体验MRT的那一瞬间 MRT现在已经到达了 我们来进MRT里面看看 现在MRT里面的状况如何 怎么说 都锐节目虑 是的 还是感到舒服的 感到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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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 快快快速的 像快快快速的 所以怎样 是感到舒服的 是因为你了 你今天穿路上还有 经常我都在乘费马上 so Stepody 禅也看到这边 更有重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